上周哈佛校报发布了一个报告 第一次显示了 在2020到2021学年期间 哈佛大学对138起 涉及本科生学术诚信问题进行调查 并且开除了27个同学 这里边也包括中国学生 我们知道哈佛的本科生 一共有7100人 130名学生有学术诚信问题 也就是将近2%的学生 哈佛说这个数值是6年之内最高的 这个同学你说拼了命进了哈佛 但是还没有毕业就被哈佛开除了 那真是太可惜了 关于留学生的学术诚信的问题 我们其实讲过很多遍 美国大学对学术诚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于作弊的定义也非常严格 那在过去几年中 我们后人的确帮助了几位哈佛的同学 做了学术诚信调查的申诉 比如说有一位哈佛的学霸 成绩一直都很好 但是在一次take home exam 就是带回家的考试 他因为和其他同学对答案 被老师发现并且举报 其实就是因为他以为 take home exam的要求不严格 没想到就这么大一次 就让自己面临处分 甚至可能是开除的状况 后来学生找到我们 我们帮助他跟老师来解释 和同学交流的问题 并且根据学校的流程 给学生做一步一步的申诉 最后哈佛只给同学一个警告 没有留下任何的不良的学术记录 留美成才找后人 我是陈尔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